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讲一遍禅宗里面讲 若不见性 披头善法 修一切苦恨 敬明外道 也就是说修行怎么样能够成佛 这个重点在明心见性 见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妙性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法会 也是万法不离自信 那么你就能够契入佛教的核心价值 但是对于众生来讲 这个不太可能 你要叫他通达三藏 那不可能 他的通达三藏 跟我们法师通达三藏不一样 他通达的就是烦恼战苦障业障 他哪来脱皮有办法通达三藏 那么大一个法师用二十年 都不一定有办法通达三藏 第二个要物明心性 那就更难了 那见到不生不灭的 整个大不涅槃的妙性 涅槃无相 因为世界不太可能 那么我们今天进入这个法会 至少要引导众生一个政见 法不再长短 在刹那 契入 简单讲 三十分钟的三十分钟 有三十分钟的讲法 三个小时有三个小时的讲法 总是要让大家受益 至少要引大家 进入这个政治政见 那么首先呢 我们也感谢心理法师来组法 非常的感谢 那么这个心理法师是老同学 那高祖师健人师 都是很优秀的 那么这三师都很辛苦 是不是啊 那么只有我 也没什么事 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是法会期间呢 负责做一件工作 最辛苦的就是收收钱啊 然后再把它集中火力 又把它布施出去啊 那么因为时间那么短 那总是要让大家受用 那么心理法师啊 明年要做水路 大家有这个能力 或者是阴眼 就好好地支持他 那么在这个剩下二十分钟 那么就讲少数个故事 对不对 我尽量不讲重复的东西 你们从来没听过的 是不是 每年都讲一样的 明年你不会来的 这个法师好像没什么东西 我的东西可多了 三百年也讲不完 先讲往生的故事 哎呀这个才比较能够激励人心 这个就是事实发生的 他讲了太多的理论 不受用 东进会勇法师 智慧的会 永远的勇 这个是净土圣贤路的啊 这个会勇法师啊 俗姓潘 河北人 十二岁就出家 啊 这个奉事 这个沙门啊 那就是 祖坛县 这个天祖的祖 天祖的祖 坛啊一个日 底下一个云 县就是现在的县 为师啊 奉事 沙门 祖坛县 为师父 而最初呢 在恒山呢 修起这个禅定 后来跟这个慧眼大师呢 一同 以这个道安法师 这个道安法师 是很有名的 对中国的佛教先生 具于最大的力量 啊 很大的神通 诸位你们看看 呃 这个祖师大德 啊 士道安法师 那是很了不得的啊 呃 东晋 赵武帝啊 太元初年 也就是西元376年 376年 距离今天来讲的话 就大概 1750年前 现在讲 现在讲的是 1750年前的故事 啊 很遥远的啊 他到这个庐山 呃 我看这个电视 听说这个庐山啊 啊 很漂亮 树木很粗壮 啊 里面啊 空气很好 有好多的 一栋一栋的建筑 听起来很向往 啊 很向往 庐山 这个赤士啊 赤士是当时候的 官员 就是大陆称的领导 啊 我们现在讲的大概 啊 就是一个很大的官啊 这叫做陶范 陶晋英的陶 耳朵旁那个陶 饭 就是模范生的饭 供养施死自己的住宅 叫做西陵 西陵 所以有东林 也有西陵 这迎请啊 这个慧永法师啊 在那边居住 这个慧永法师啊 平常 这个就是 生活很简单 初步为一 饮食清洁 就是这个人啊 不贪明 也不突立 很简单的生活 专心一致 来回光返照 因为这个人啊 内心呢 充满 智慧 他了解诸法如幻 也了解万法 都是因言所生的 深深灭灭 也没有一件东西 值得去执着 啊 值得去分别 所以他的内心里面充满着智慧 慈悲 每一天 他做的工作 就是面带笑容 面带笑容 这个面带笑容就是 每一天都很高兴 因为你要叫他痛苦 他也不晓得什么 因为诸法如幻的 他心中也不会贪爱这个世间 也从来不恨众生 还有一点他跟师父一模一样 这句话 言语从来不损伤众生 哇 这个就跟我一样了 就是 说话 从来就不会去伤害任何的众生 那么这辈子师父 也是这样坚持 且不伤害众生 那么 他在山顶上 另外建了一个茅棚 常常住在茅棚禅定思维 这个 慧永法师啊 他在禅定思维 每次到他茅棚的旁边 就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气 香气 这就 符合经典所讲的 念佛如染相忍 我们念佛的人 从理上来讲 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 叫做无量寿 无量光 在理上来讲 无量寿 无量光 就是无量的生命 不叫无量寿 无量光 光表智慧 所以这个人寿命很长 智慧无量 那么无量光无量寿 从理上来讲 叫做自信弥陀 从四相来讲 就是阿弥陀佛 发了四十八大宴 发了四十八大宴 所建立的一个净土 就是你 比如说我文书讲堂 我慧立法师发一个宴 建立一个文书讲堂 虽然如梦 换泡盐 但是可以让众生 赞助其用功 极乐世界也是这样子 只要到他的茅棚的地方 都闻到香味 所以念佛如染香人 有香气 从四相来讲的话 很多人灵命中 都有闻到香味 那么到他这个茅棚前面 都闻到一股香味 所以因此他住的地方 就称为香谷 很香的香 古山谷的谷 山上有一只老虎 跟法师一同住 有客人来的时候 法师就怕说 这个老虎 会惊吓到别人 对对 惊吓到别人 所以就把这只老虎 赶出去 这个慧勇大师呢 平常非常严谨的修行 精进 苦恨 精进 是佛道当中 唯一了生死 一条道路 不精进了 转目 生不了佛 我们在转目取佛 转目取佛 只见焉不见佛 一般人修行就是 转目 见到焉 然后再就 又停了 一般修行就是 只见焉不见佛 精进不一样 哎呀 烟啊 出现的时候继续砖 就见到火冒出来了 这个慧勇大师啊 非常的精进 精进 才能拿到佛陀的 结业证书 不精进的话 叫做异业 异业得不到莲花的啊 这个慧勇大师 是平常严谨行持 持戒经验 精进苦恨 并发现 一定要 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 只有一次的人 这个慧勇法师啊 开始 说只有一次的人 才在这个世界看不开 也只有一次的人 不知道人生在世 犹如一场梦 什么 都是缘起的假象 所以 修行人 内心里面 该有的责任 我们要去完成 但是 要彻底 往生净土 必须万法进舍 该有的义务 去完成 所以 你必须面对现实 而超越这个现实 东晋 安利 一七十年 西元 四百一十四年 得到病苦 疾病 让他这个也是视线的了 有一天 突然呢 就整束了衣服 找鞋子 快快快 快把我的鞋子找出来 他要 要站起来 要站起来 他就问说 你找什么鞋子啊 他说佛来了 我要站起来迎接佛 回答说佛来了 说完后 站立 往生 哇 这个真有功夫 哎 这个还不稀奇啊 年八十三岁 往生以后 室内 他的房间里面 七天七夜 犹如城乡 没有消散 他的房间香了 七天七夜 就像点盛香一样 这种修行 很可怕的 而就是事实存在 啊 接下来 看一下祭典 到了没有 剩下十三分 东进 身贤法师 身切的身 显示 很显要 那个显 明显的显 这个 身贤大师啊 俗性叫做佛 一个人部 知道吗 副 啊 我们叫副大师 副大师啊 呃 北方人 他 自己坚定意志 以谋合加设 为 为谋犯 谋合加设 是什么第一啊 苦恨第一 那么 众生是什么第一啊 哦 睡觉第一 啊 睡 三个小时不过 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啊 很累 安慰一下自己 八个小时 啊 睡到头痛 真的睡不着了 就起来刷刷牙 啊 你这么 为什么这么早 起来用功啊 哦 实在睡得太多了 睡不着 哦 众生实在睡不着 睡觉第一 你这个谋合加设 你这个谋合加设啊 叫做苦恨第一 呃 呃 这个身行法师啊 吃戒 善行戒法 也就是说 他对自己的戒定会 守口如品 守身如意 守本真心 啊 啊 呃 每次啊 都 读诵这个经典 哎 这个人啊 不爱攀掩 常常独处于山林之际 或者是树日 哎 不见人影 结果在他的茅房里面 入定 入于禅定啊 哎 入禅定就是说 那个境界啊 不需要喝水 不需要吃饭 啊 叫做禅悦为始 众生啊 要吃饭 那不是 他以心情的定 佛陀的般若智慧 自信的定律 以喜悦为饮食 所以叫做禅悦为始 东晋原地太兴啊 末年西元321年 西元321年 记得今天1700年 啊 记得今天1700年 700多年 他就向这个南边呢 由化到江苏这一带 经历了各个明山道场 还是休息以往 啊 常常送的经典 啊 后来 碰到了疾病 再次注意修行 要有一个目的 不要这本经也送 哪本经也送 啊 那庙宝也送 一念了三四个小时 对 又送地藏经 又送金刚经 而且很忙很忙忙嘛 到底 你要往生哪里 不知道耶 反正 佛所讲的经典通通好 不可以这样子的 一定要选择 自己适应的 适应的 是不是 哎 你喜欢送地藏经 请 除以十五送个地藏经 喜欢送金刚经 六灾日送个金刚经 平常早上 以普门瓶为主 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晚上以弥陀经为主 念南无阿弥陀佛 时时刻刻念佛 心都要 深信 切验往生极乐净土 如果你吃大悲咒 时时刻刻 也是信念 切验往生极乐世界 念佛也好 持咒也好 通通要回归净土 后来碰到了疾病耶 比丘常怠三分病啊 哎 就就就像我们啊 一些法师啊 修行以后 我视线的病苦 那么我也是病苦的老祖宗 以前啊 药罐子啊 常常戴着 戴着 戴着 以前啊 奖经的时候 徒弟一定会 放一个 这个杯子给我土痰 那现在啊 因为徒弟都没有提醒我 所以我也忘记土痰 这个病苦一视线啊 沉重长眠很久 就是病苦病得非常严重 因 病到没有办法 用 因此他用意念的 用意念的 意佛念佛念念不忘 嘴巴没办法念 用意念的 啊 观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样 吉星吉佛 西方吉利世界阿弥陀佛 这一点很重要 没通达三藏 或者没大物件性 底下这一句 就特别重要 就特别重要 原本身心 所受的极大的痛苦 突然消失 啊 因为佛是大一王 但是现在啊 我们没有这个功夫 所以我比较主张 用理性写佛 用医学 用科学 业障太重 用佛法 最后没办法 有师父再掐持 呃 所以 不是说 你念佛 啊 所有的病 都没有 要看个人 的虔诚度 还有个人的业力 啊 大还是小 啊 那么我还是希望 比如说你有肚子痛啊 头痛啊 有一些难以治疗的病 还是要看医生 这是用理性 用医学 用科学 有的东西 念佛没办法的 有的东西 它是遗传的 所以我们用科学 来解决 众生的迷茫 跟着师父 就是有这个好处 绝对不盲目 所以啊 佛陀 也告诉我们 千万啊 不要死在自己的信仰上 啊 简单讲 我们信仰 佛陀 开示我们的 是活生生的 伯乐智慧 啊 自如永泉 佛法是活的 不是死的 我们用妄想 来解读佛陀的境界 这个 就会死在自己的信仰上 比如说看到人家 不吃 他也跟着不吃 就避骨 台湾就是这样 有一个法师 避骨 避骨 结果 死了 饿了几天 不吃 不睡 不喝 台湾有个法师 走了 往生了 所以 修习佛道 要懂得中庸 伯乐智慧最为重要 这时候 这个 生贤法师 病苦都没有了 当天晚上 自己起来 洗澡 沐浴 然后 跟同餐道友说 哎呀 真的感谢大家 你们啊 我在我病苦当中 侍奉了我那么久 那么帮忙 说八福田中 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 说明他自己 所见所闻的 并且 陈述地告诫大家 要老老实实啊 修行 这个净土法门 这个 极乐世界 是真实的存在 阿弥陀佛 净土法门 这个 渊源果报 有这个净土的心 净土的菩提的愿 一定会满你的愿 绝对 真实不虚 到了清晨 平稳端坐 坐在那个地方 而往生 室内 有特殊的异乡 哇这个更厉害 经过十天 不会消失 一般人的死掉的话 这个射身啊 两天啊 我们这个射身 最后的处理 一 如果是 土葬 对不对 那么 埋在地下 那么如果没有因缘土葬 附落在尸骨 最后一定这样 长虫 因为我们吃五谷的这个射身 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个死亡的 要不能最后就是火化 火化 火化 这个火化 要有遗体啊 不过这个新加坡 我听他们讲的 说这个新加坡死亡啊 又解剖 哇这个这个 就有点麻烦了 香港也是哦 香港死了以后也要解剖的哦 很麻烦哦 是不是 看有没有踏杀之险 我这是听说的啦 是不是真的假的 那新加坡要解剖 不管有没有 踏杀统统要解剖 哎呀你单单想到这个 哎呀这很恐怖啊 要解剖啊 是不是 这个解剖 这个听起来很恐怖的 那怎么死了要解剖呢 不管有没有踏杀统统要解剖 新加坡就这样 有一个信徒 说哥哥还是弟弟啊 哥哥 走啦 他哥哥多了不起啊 每天都吃皮的真脑 大罐顶罐正眼 走的时候啊 哎呀对象虫虫 全身柔软 最后也是解剖呀 也没有踏杀啊 这些也是解剖呀 Time is up 好 时间到了 因为 我们这个佛事啊 杰作要掌握的 但是没关系 没关系 只要师父活着 这些事件 我都会开始给大家听 虽然半个小时 不过也很受益 听得进去 终身受用无穷 好 现场啊 有交给啊 他们 负责 好 大众请请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鼎礼三败 好 敬谢啊 阿弥陀佛 恭送师父回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